接著下來請方馨淵議員直選時間15分鐘 好,謝謝主席 我們農業部門的事務團隊 大家還有包括我們自在水王經理 辛苦了 還有我們一位同仁 還有我們的新聞媒體朋友 還有大家各位我們最敬愛的市民朋友 大家午安 本期今天針對兩個議題來請教海洋局跟農業局 第一個我先請教海洋局 本期自從擔任第一屆的市議員 第六期定期大會就開始向我們市政府這邊來提出 我們指官區我們的那個鵝阿寮一槓 那個黃坡體的延伸案 但是針對這個質詢 幾乎每一次的質詢都有提出來 但是呢 本期一直都沒有得到一個最重要的一個答案 在此我先請問海洋局局長 針對這個議題 到底這個黃坡體延伸案到底要不要做 水光模型都做了 到底要不要做總該要給我們市民朋友 這個做一個最明確的一個答覆 那請海洋局回答 謝謝主席 謝謝方議員 我想這個問題我想我們也一直很注意這樣的一個東西 也像因為整個總經費其實需要大概2.11億這樣的經費 所以我們也積極向中央爭取補助 那在水光模型做好之後 其實我們在105年3月28號 就是今年的3月的時候 已經把相關的這些報告提交給中央 那在6月份的時候 中央約束這一邊其實也有針對一些相關的疑慮 要求我們再做一些說明 所以說我們現在也請我們這個設計的廠商 再做一些相關的說明 然後預計是在11月初的時候 會提告再提報給那個約束這一邊 好 謝謝局長 你先請坐 為什麼一直多來講這個案子 我知道海洋局確實也應該有在執行 你也知道中央總預算 它的預算的關係沒有那麼多 當然你們只針對有急迫性的 來先行先行補助 但是案子那麼多 你到底不要排第一孫位 還第二孫位 第三孫位 你說每一樣東西都很重要 那麼多時間總該要排到了 對 對 而且這 而阿寮宜港這個安全的問題 曾經也曾經發生寬城過 也不是說沒有安全的疑慮 對 對 本時也在地方開過公聽會 他們也非常迫切的需要 希望環保體趕快來做延伸 不然那個塵沙會塵沙在那邊 會造成海浪的不平穩 也會很容易翻船 曾經也兩三次翻船過 曾經也因為這樣子 也被找不到屍體也有 所以說希望針對這個問題 我希望海洋局還是要做一個 明確的一個交代 給我們市民朋友一個交代 針對這個部分 海洋局在我們106年這個 這個業務報告裡面 本市總共有16處 從16處的宜港裡面 從105年1月到6月 辦理我們的宜港設施的 新建維護 總共就有三處 你總共發揮了七億多的經費 但是就是沒有發揮到我們 這個鵝仔療宜港 這個環保體延伸案這個部分 發揮了這麼多 總是還沒有排到 本市在想說 難道其他的有比這個更重要的嗎 這明明都已經有生命的危險的一個部分了 還是它比我們景觀工程 來做一個改善還更重要 生命應該不會比那個更重要吧 比我們景觀工程還重要吧 所以說還有一點就是 值觀區我們儀市場在落成的時候 市長也明確的在致詞的時候 我一直強調 市長已經明確一直強調說 他會優先處理 這個案子是市長親自答應給人家的 所以我要再請問局長 到底市長已經同意 到底算不算數了 你要明確的告訴大家 我想這個剛剛議員跟議員報告過 我想這個部分我們也一直很重視這樣子 所以說我們也積極在跟中央爭取經費 來做這樣的一個事情 我剛才已經可以明確的表述了 很多事情都非常的急迫 你到底排第一順位 第二順位 第三順位 排那麼多年了 總該有排到第一順位的機會了吧 你去年也編列七億多 對不對 七億多幾個議港也幾乎都快要完成了 包括他立美化的工程也幾乎都快要完成了 對不對 你有差別在這個兩億的部分嗎 對不對 而且你這個部分你可以逐年來編列 不是一年就馬上編列的完成了 我理解我想這個部分七億多的這個部分 也包含整個中央的經費的總工程經費的部分 對啊 那我想我們會持續來 積極來處理這個部分 局長你到底要明確講說 這個案子到底要不要做就好了 你給我們議港這些市民朋友一個交代 明確的講說要不要做就好了 我們如果不要做的話 我們也不需要再跟中央爭取經費了 我們現在就是在跟中央爭取經費的過程中這樣子 對 你也可以搞兩面說法 對不對 為什麼我明明一直講說 為什麼去年七億多 就是沒有排到我們鵝鳥移港的一個黃坡堤延伸案 你包括我們中雲 中雲港那個東坡延伸案 目前已經施工到第二期了 對不對 為什麼那邊就很快的順利趕快來完成 這邊就沒有辦法 對不對 我不是想說那個不能優先 我可以優先 但是總該要輪到了吧 對對 在你的經費上總該要輪到了吧 在你在爭取上總該要輪到了吧 是不是 那所以說我們在爭取的過程中當然就是中央的預約署也希望我們補充一些資料 我們也希望他能夠盡早核定然後我們趕快來處理 都已經完成了 確實也是有它的必要性 所以拜託再次拜託我們局長 盡快把這個案子盡快來完成 讓我們移民朋友都有一個安全回來的一個家的路程 這是我們積極在爭取的 另外我要針對農業局一個質詢的就是動物保護收容所的這個部分 本期在三個會期就跟農業局就討論過我們流浪動物收容的這個問題 很快四個五個月了吧 但是本期到目前還沒有感受到市政府改善的一個措施 一點都沒有改善 前幾天還跟我們這些大動作在召開記者會跟我們這個動保人士在那邊對抗 我也不知道農業局動保出這個他們的指控是為什麼 本期認為大部分民間的動保協會團體跟我們動保處都是一樣 跟本期一樣都出自於我們的愛心 如何來保護這些流浪動物這樣子而已 只是謀求更好一個我們這個環境這樣子而已 更友善的一個待遇 現在現階段收容問題還是最重要 不是一個新舊的一個問題 而目前我們燕草這個收容所 舊的也才250隻嘛 新的也只有500隻嘛 收容量嘛 所以說我希望說 針對我們在外面的一個流浪 流浪全貌這個數量 局長上次也給我回覆嘛 大概有將近快要44萬嘛 44萬對不對 大概是4萬隻流浪犬在外面 在外面 跟我們目前能收容的這個數量 落差非常的大 所以說我想說每一隻流浪犬 犬猫 都希望說有一個安全一個家 市府在最近蓋了一間 什麼號稱五星級的一個關海園區 只能收容到500隻而已 市府在我想說 在我的想法裡面 在流浪犬猫的牠們園裡 這些這一座 那個五星級的關海園區 好像是蓋在平民區裡面的一個 五星級的一個高級住宅一樣 所以說我在此先請問我們處長 你的感想如何 請處長先為答 謝謝主席 謝謝方議員 對於我們關海園區的一個關注 關海園區其實在整個建築裡面 其實目前是各縣市 就是要去模仿參觀 來學習的一個關海園區 農委會一直在推 就是我們將來 我們全國各縣市 可能就是對我們的動物 要有一個很好的一個園區 讓牠一個進駐 當然我們剛好市的流浪狗是相當多 在後面 但是如果說能夠進到我們園區裡面的狗 我們會對牠最好的一個對待 處長我不是說你做的不好 我現在比較在意的就是說 這麼多流浪犬猫 將近四萬隻的流浪犬猫 你只蓋一個五百隻的一個收容手 像在外面的那些部分怎麼辦呢 牠不是要一個非常高級的一個住手 牠只要一個安全的家 對不對 你也知道這些流浪犬猫 在外面是過怎樣的生活 被人家如何的一個歧視 如何怎樣的對待 對不對 不是追打就是追殺 這個一個方式 對不對 但是這些流浪犬猫 如何儘快能讓牠 到我們收容手 這才是最重要的 所以這些錢發揮都可以 但是你在有性的資源裡面 你如何發揮牠最大的效益 如何給這些流浪犬猫 在這裡可以跟議員報告一下 一個安全的家 這才是最重要的 跟議員報告就是 其實我們目前所 就是補進來的犬猫 原則上就是 會追咬人 會影響到人身安全的 甚至有些是車禍 或是因為我們颱風淹水的 我們會把它捕捉進來 或是救援回來 但我們不希望說 我們前高雄市外面的全資 要進來我們的園區 當然其實這是不可能的 所以我們要從 我們減少源頭管理為主 所以目前我們在推就是 我們在各區域 就是在做決議的一個行為 就決議補助 希望說我們藉由受醫師 的一個介入 讓我們在外面流浪 甚至我們的家權 一定要做決議的一個手術 讓這個源頭減少 謝謝處長 當然你講的那麼多 在舊爾的園區裡面 雖然空間採光還有設備 沒有像新的園區那麼好 我上次也跟局長也有講過 絕對不能廢掉 你一廢掉又少了 250個 50字日的收容數量 只是說那天可能是 我們在管理上不當吧 台風天那個管理不當 造成很多的流浪犬貓 在外面淋雨的這個狀況 這是動保人士的一個指控 我在這裡是不是 我跟議員解釋一下 其實那一天淋雨其實是沒有在淋雨 因為台風天其實會有些飄移 但是我們在整個動物的融資裡面 其實並不會淋雨 但少數的飄移是地板是會實施的 所以說沒有關係 有錯我們就盡量改 設施不好我們盡量改 這樣子而已 你也賓了一百多萬來改善 我們就有的一個收容的地方 這非常的好啊 盡快來改善 讓這些貓犬還是有一個安全的一個家 這才是最重要的 所以說其實本席講那麼多 還有我們動保協會一直在關愛 人士一直關愛這個地方 其實本席最在意的就是 外面這個四萬多隻的一個流浪犬貓 我們應該如何讓這些犬貓都有一個安全一個家 這是本席比較在意的 這個針對這個部分 也就是如何減量 如何減量 這是本席主要關心的一個地方 針對這個問題 是不是先請處長先回答一下 那關於如何去減量 我們從最基本的源頭 剛有提過說 從決議手術開始 那另外我們是針對 如果說有棄養的民眾 如果說他把他家的狗都放在街上 被我們就是有抓到的話 但在動保管裡面是有罰則的 所以從源頭 然後另外我們從教育 就是從學生 我們在各個學校 我們會開一些就是教育講習 讓小朋友回去告訴他爸爸媽媽 所以我們家 那個時間再給三分鐘 我們家養的犬貓都不能放到 就是不能棄養 那另外我們就是在推就是認營養 那我們目前在我們槓市有推的認營養部分 就是包括從屋除瘡 從屋除瘡的認養率是非常高 大概有95%左右 那個處長 反不計極啊 就是那麼多隻你贏不過他繁殖 贏不過他氣養的一個速度 最重要的有兩個部分嘛 就是家庭的氣養跟繁殖場的氣養嘛 針對這兩大主軸 你怎麼下公務去處理這樣子而已啊 其實繁殖場 目前有登記就是合法的 他不敢棄養 絕對不敢 因為繁殖場裡面每一隻 每一隻狗 所謂的種犬 他一定要有晶片植物 他絕對不可能棄養 那私人的是地下的繁殖場 目前我們就是抓得很緊 目前在我們高雄市 幾乎看不到有私人的繁殖場在繁殖場 所以我們不能說繁殖場棄養 因為一般都是民眾棄養的 所以我們其實我們在整個 我們各區裡面在推的 就是源頭管理就是從捷獄的 那捷獄當然有很多流浪權 另外本期在建議 因為時間的關係 本期在建議你另外一個方式 你一定要有固定的一個法則嘛 對不對 那如何檢量 一定要有法則跟獎勵的措施嗎 這兩樣要並進嘛 對不對 另外針對我們繁殖場的部分 你也可以針對說你假如去 我們購買的話 購買這些犬貓的話 我們應該要加稅加多少 然後把這加稅的部分 來獎勵這些任養的人 這個從屋稅的部分 跟議員報告 從屋稅部分 農委會曾經有在推 那目前因為這屬於中央的法令 我們稅收 地方自治法你們應該可以做吧 我覺得這個部分 目前還是要有中央來推 目前地方還是沒辦法 從屋稅目前地方沒有 就是很多國家他有設立 但是在我們農委會那邊 他是還沒有設立的 因為這為什麼非常的重要 你要有獎勵 你要也要鼓勵嘛 對不對 鼓勵民眾去認養這些流浪犬貓的時候 你相對也要給他獎勵啊 對不對 不要鼓勵他去購買嘛 對不對 所以說本期才會提到這個案子 你即使說你針對這個案子 你沒有辦法來立法的話 你也可以建議中央來修 趕快立法來成立啊 趕快來執行啊 對不對 來造就我們整個高雄市 趕快一個安全一個流浪 沒有流浪犬之家 對不對 所以針對這個部分 因為時間的關係啊 我還是希望說我們局長 還有我們哥哥 還有動保處這個部分 還要繼續努力啦 一定要想出辦法 如何讓我們高雄市流浪犬貓 盡速的快減少 這才是最重要的 盡速減少不是把 好 謝謝 謝謝 好 接著請張文睿議員 只選時間15分鐘 僕鄉 主席 公司 未來 three 十一 三 簽 這 Ein 這個可以說 像我出事幾十年來 二人家真的不用喝水 但是是二十幾年前 開始喝水 喝水不是喝水而已 一年比一年還更嚴重 我現在要說的是 指引局副局長應該在高雄館的時候 就知道了 正應該是民國 差不多將近八十年度的時候 八十一二年的時候 開始喝水 頭髮是稍微 不然可以說越喝越嚴重 一年再比一年更加嚴重 我記得在我們合併 可以說市長要選舉的時候 很多呢 可以說我選區裡面 五區的這些區民 都一直要求說 看市長如果選到的時候 可以跟我們議員家的政調好 給餐料阿倫的 可以騎腳踏車 來家庭吃海鮮 家庭後來的人 可以開車騎腳踏車 騎腳踏車騎摩托車 來餐料吃土地 有地獄 大家都這樣要求 我們剛才做過兩次大的風胎而已 就是三年前的一遍 到近年幾遍的風胎 所以市長頭一幾年他都不知道說採料 淹水的這個情形 跟三年前去看一遍 先算採料真的影到這樣 山頂的地方影到這樣 我現在要說的就是 近這次美濟台風的時候 應該高雄市 市區別說啦 山區啦 在高雄市別說 過去的高雄市別說 在高雄館有可能的產業 影響嚴重的一遍 就是可以說整我出事 包括我生孩子的時候 我的影響百一水災 包括前幾百百水災 包括這次當時這次 幾年風胎館的產業都 半年那一遍 這幾遍的風胎 就是近年影響嚴重 尤其呢 尤其我前幾年 不是在說 在管負的時間 我就不可以說了 前幾年李先生 李機長的時候 我就不可以說 我說總督教的地方 如果沒有改革了 真的會影響嚴重 我們產業如果影響 就變 有本來的利 就變國度了 就是利 社的利 總督利 包括三號利 這三個利 都變國度 不是跟總督教 不可以過而已 其他 都不可以過 本來呢 可以對 在基山倒下 也不可以過 這次跟基山倒下 多少個都不可以過 對 高速公路也不可以過 對 官廟過了 那裡有一條 現在一三八一條 也不可以過 對 欽巴那裡 一條 都不可以過 就是這三個利 變國度了 那是怎麼 買這次影響嚴重 外負也不可以過 當然外負也不可以過 就報到 美廣啦 其山啦 其他金布市的所在 餐料都不可以過 有啦 稍微報一堆 我要跟大家報告 就是說 過期淫水 像我在台北方回 我沒有丹營利代表的時候 突然我去處理 在送便當 在說淫水的事情 叫外負 外負也報一大堆 但是我 報到這次 一起十年來 我感覺 我沒有要這樣做了 完全是怎樣 當時總得救的那個地方 我就一直說 我說總得救 那個地方 那裡沒有存在 沒想到外負也存在 就像我們現在做一條 高二八山 那條路做起來 那裡一定會越嚴重了 結果真的有了 經過今年 三年前到今年 就正式說 他沒有 三樓 應該沒人知道 他那幾天 不好意思 我剛才感到 那面我感到發燒 很多人都在 我連絡 當時我看到 我差不多八點 的時候 音過橋的 都沒有看過橋 是承嚴重的一片 我聽說到五、六點的時候 整個音過有九寸 到我八點到的時候 剛剛橋段 都看到了 這樣看有多寸 所以那裡有一、兩、兩、三、六 但是每次都不知道 所以我直接說 我是說蔡市長說實在 以前在高雄館的時候 我一直在說那裡的問題 說到差不多沒做那條路的時候 本來大家都說好了 那裡要把它囤起來 要做兩塊煮風櫥 要怎麼做浩花 要怎麼把那裡追反的問題 改革好使 但是乖乖到現在都沒有 當然我們在說那裡都是水利水的問題 六合局的問題 中央的問題 但是我覺得我們現在是 縁下水 我們是真的有輸出能力行 主力的工作 也不能說到那裡的工作都很重要 我是覺得說有這個所準 但是有這個所準 看見的都是在不討 大家在說你們有這個所準的 你們都不討 你們每次要發八月的時候 嫁威就是現在開始嫁威 嫁威到美女 不可能四月五月到發包 發包要簽的時候 哇 他還在做水 他還在浩花 他還在鳳梯 有幾個 沒有什麼所準 所以所準 如果表出來 大家都把好的頭 在面前比較好的 體體的 較少的就都 落在那裡 所以這次 應該這麼嚴重 應該局長 你可能哪有看到 有人 怎麼會讓你生日 這樣 我是覺得說 應該你知道 有幾個地方 我聽 那個局長跟我說 剛才叫三十八人 三點我叫三十八人 有一間新年六 餐廳 那就是在做一輪車 的生理 那間餐廳 他不敢要到自己頭 他的算是說 兩百五十萬 來找我 看安智政府 可以補貼 不敢怎麼處理 當時他要蓋 我就說你蓋了 鹽水部 你就囤得更遠 他說有啦 我問人家說 我聽到這樣有夠了 有夠了 現在正式到啦 我是說局長 你就是真的熟悉 你都很了解 市長現在給你動用 你感覺說 你的手法 要怎麼跟 那個人家 所準的好處 大家的期待 就是說怎麼這樣 現在保安 對 可以說 出來靠那個地方 家庭出來靠那個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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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裡做 做到哪裡 做到後來 但是後來就不做了 大家期待說 是不是兩邊 讓我做起來 可以這樣 解決水煩的問題 你去抗爭 你感覺說要怎麼 解決 不要說一年 比一年更嚴重 我請教長理會 請教長理會 感謝主席 感謝主席 感謝長議員 那義靈卡 這是中央館河川 過去我們 我們真對這個 義靈卡周遭 在我們頂有 這 殘留的這家 有些營水的問題 我們都有 跟六合交易會 感到很多變 那 進行的改動是 真對 隔速公路 國史 一個國道 國山下來 那附近 它有這局部的 道路加高 但是 那邊沒有 跟剛才議員說 旁邊一些 較多的社區 有些營水 頂頂 一些鹽水 在這段時間 我們都有 一直到六合交易會 去聯合 包括我們都有 跟他們說 青瘦的部分 一定要再加強 我們有 會負責很多便 我們還有去 到地方開 索用火 然後 六合交易會 我們真的對 這個青瘦的部分 一大 用 土石方販售 的時候 下去 但是 這個地方 預計的量 實在是很快 不然 我們這幾遍 有到六合交易去聯合 它是說 是不是 他們家 再來開一個公聽會 真對這遍 因為這遍的雨量 在我們的統計 十幾點鐘 它的十幾點鐘 累積雨量 是390幾 那莫拉庫的部門 十幾點鐘 它的累積雨量 是346 反而比 12小時 是累積367 這遍的雨量 十幾點鐘 的累積雨量 比過去的 法納比 跟莫拉庫更大 六合交易 我們有到它 反應之後 它是說 我們真對 原來他們嫁為 剛才議員說的 這個範圍 原來他們是 列為 維持現況的 一個核案 但是我們有到 這個問題 它是 六合交易 我們來作為 辦一個會 讓他們辦公聽會 聽大家的意見 局部性的地方 如果需要去保護 需要去保護 他們就來保護 但是這要 聽大家的意見 另外就是 跟議員報告 因為 我們有一些 自主防災社區 有很多比較多的地方 未來我們怎麼會 看一些我們的社區 以後 遇到這種 情形 要怎麼避災 減災 我們會先跟它說 盡量 因為它的地勢比較低 要怎麼用 現有的這種方法 讓它的災害 是比較少的 這段 我們現在有繼續努力 因為我這次說 以前不會災 這些災害 你先說這些災害 為什麼以前都不會災 這幾年 不但災害 一年 比一年更嚴重 你怎麼知道災害 應該 你 主要是 我們一個河道的淤積 淤積的量 最近這幾年 輕淤的量 沒辦法 十九 那麼多 所以它是一台累積 河道的淤積的量 一直累積 好 這樣你請坐 我現在在說 就是說 事實 常不時在說 開工廠會 那個工廠會 開過可能 開十遍了 像我 這二十多年 開過幾十遍 水理書長 副書長 河川局長 市民那些都來開過 幾十遍了 開就沒辦法 我就說了 以前不然 二十幾人來 特地都二千 一年 比一年更嚴重 今年是最嚴重的一年 我是覺得 這是對餐 也不夠公平 這次淤水 不但沒有人去插完 因為過期都我在叫 應該你在管府的時候 你知道嗎 過期都我在聯絡 過了名 媒體 大家在注意 這次都沒有 因為我覺得 結果也沒有意思了 尤其我在說的 總得球 那個地方 當時要做一條路 我就一直說 不忙做 我當時兩三年不做 我說如果做起來 是不是 對裡面的那幾號 越陰越嚴重 越似乎 我當不忙做 地方很多人說 我當路不要做 他們都不說完隱 那時候 我是要求 說要困棄 做火花 然後做住風櫥 退休機 那樣就沒有做 路就做了 正面說路做 越嚴重 現在這樣 經過 越嚴重 你看都不解決 我剛才說的 有可能 我要求 那些人說 這些事 都在黑來 落南 出來才要做好 這樣你想有可能嗎 你說的 那些都是重要的問題 水利宿的問題 合作教的問題 市政府 人家的都沒有辦法 幫忙 這樣就要陰 真的要陰 那些事都沒有出原面 那些出原面 再說 在這裡 我又要說到兩條頁 那個去抓球 是怎麼說 陰水 陰來 球都撤掉的 可不可以做到的 但是所有的責任都沒有做 責任都沒有經濟階段 大家知道 10年去10年 過去都4、5年可以出賣 現在都可以20、30年 責任到責任到責任 責任到責任到責任到責任 不知道怎樣 責任到責任的責任 責任到責任的責任 責任到責任 責任到責任 都得經加調,如果一個比較大的方法,就整個無知了, 而知了,就當地那些球、挑釁,整個球都打掉,所以就贏了。 這些問題,不用做共同來解割,我是覺得那條球也是要解割, 不用做所準,不用做好方法,我是覺得局長, 這次是他們的事,我在說的, 整個市長要選舉的時候,很多人要求, 其實市長也說,我也希望這樣,可以從殘留,騎腳踏車, 整個家庭吃海鮮,家庭來殘留,吃土耆,這樣到現在10年了, 我是覺得,你真的太難了,你再做一個比較具體, 把我們殘留在人民的區民做一個回合, 你是說,為什麼你只要叫來開工廠會, 開工廠會有什麼效果,真的沒有效果, 我是覺得,你如果看法,是不是我剛要求的, 有可能嗎?做合法,你想有可能嗎?來。 請局長大夫。 謝謝主席,感謝長議員, 當然,做合法是一勞永逸的方法, 我請你提到,請你提供一個畫面, 我請你提供一個畫面, 在那裡開始一年,有哪有給房間的計劃,做起來到頂尤家 因為現有他這裡沒做,就是旁邊那裡的 山坡的土,還有整治縣都不明確 所以整個我們的社區,跟他的合作的環圍 整個都跟這個位,看不太清楚 所以後面的部分,我們有哪有 希望說開公聽會,是不是 我們叫拜託六個叫,把他的副案治理計劃 我們要做一個評価 但志宏池當然要 時間再給三分鐘 要有一些土地,這部分我們要拜託六個叫來找一些公有地 如果剛才有一些公有地,可以自宏的部分 我們就拜託他,先幾位志宏池 其實是這樣,說實在 你們所準的地的用地 你們早就都行太好了 其實真的要再所準都不用再徵收地 你說自宏的廚房要徵收 但是如果真的要所準的部分都不用 那些都走到幾年前,十多年前 要所準的時候都徵收好了 現在拜託,甚至像這次都在賣賭 賣賭,我就看 這次說一個方要三十塊錢 什麼金? 徒時採取稅 對啊 那就是稅 所以這次是經濟賣賭 不然有人要賭 賭的人 賭的人 因為他說 腳路不好,賭也不好 都把好的鐵鐵賭還留下來 正規經濟就是怎麼不在經濟 所以大家都要賭 賭到嚴重就是不鐵鐵經濟 每年都要經濟也不是辦法 所以我是建議說 有法度,你說要叫來開工廳會好 開工廳會好 是不是要求 有法度可以做方法 這樣跟我們一路有用意 還要改善了 飲水的問題 水煩的問題 你的看法是不是這樣 沒有 我們有這個方向 我們要跟六合教溝通 因為這部分這樣 比較有辦法改善 等級飲水的問題 好啦 這樣回答 這樣你差不多準備 當時多久要求來產了 開這個 這部分已經有跟六合教 我們要先討論 我們要換他的時間 擺什麼時候 我們要邀請議員這位 好啦 感謝你 我抱歉 最後一分鐘 我要跟農業機長說一下 屬於殘留實在是很可憐 你知道農業有夠可憐 但是屬於對農村 實在是很不公平 殘留很多農民都很辛苦 他們所做的土地 農業無所有管理 你知道都過去是林部局 還有13局 那些人都會這樣拚 這樣拚拚 可以說一個膏 這個他們在做 現在 有它金螺財就很難加 水果財就很難加 補的 補不到兩分 沒有三分 這我覺得應該要 農委農 要讓農委會 做一個政策 看醫院通人 如果真的有政 要怎麼 搭個家庭來 做農聖 那些財政的背景 我幫你做一個 做一個 你先回答一下 你今天參與 這次有更好 前幾年的事情 你知道 你先回答一下 來 好 請集長答貨 謝謝主席 謝謝主席 謝謝廣議員 對農民的關心 那廣議員說 建議的事情 我覺得 我們有需要 政府有需要 向我們來反應 那麼這個料 我們希望 我會麻煩我們的董事 你去具體的方案 來跟中央檢討 來跟他們翻臉 要檢討我們農民的生死 在這裡跟中央報告 好 主席 特地做 不要跟他說那 拜託 好 好 接著請 吳亦正議員直選 時間15分鐘 主席 謝謝 首先我想請教我們 自來水公司王堅禮 最近我知道我們第一個 在高平溪有做的第一個 浮流水是十萬噸的 浮流水嘛 是不是 那可不可以告訴我們 那個進度現在如何 第二個 以前本來就有一個 兩口井是浮流水 然後是供應中油五清 後進廠的 據我所知 就是透過水管路 然後一直給供水 給工業用的 那現在那個 那兩口井還有沒有 生產水 是不是 那現在五清沒了 這水怎麼利用 你怎麼知道 請問王經理 謝謝 好 謝謝主席 還有謝謝我們 吳議員 剛提的 就是說有關 高平溪的那個 浮流水那個進度 因為我們在浮流水的開發 事實上這幾年 一直都很積極地在進行 從早期的九區堂 事實上翁公園 包括竹子寮 那一直在做 那最近呢 我們有大概有104年 大概去年 大概我們就另外有一條 新的竹子寮的一個 忽流水 那這個已經完工了 那目前呢 大概可以取到 十萬噸的一個水 那目前也在運作 這是新的最近的 那這十萬噸是直接 怎麼處理 我們就直接就是送到 我們就是大高雄地區 我們進到我們的 那個平頂的 的進水場裡面 上去平頂的 不是上去陳青湖的 平頂的話 它有自己的供水區 那我們的供水模式是這樣 我們幾個集水場 各有各的負責的一個 供水的服務區域 那如果碰到 碰到一些 所謂的高濁度 或是整體 聯合運用的時候 那我們會做一個 整體的調度 這是浮流水的部分 那剛剛議員也提到 就是應該是 剛剛講的是 中油的部分 那中油的部分呢 因為這個部分的水 那目前呢 我們因為 如果沒有錯的話 應該是還是 目前還是有供應在 我們那個中油的 因為那個區域裡面的 供水還是有繼續在使用 供給量多少 它的供給量應該都是在 不會多 它的那個整個一個 事實上中油這個 水井的那個水量 大概整體來講 大概不會超出四萬噸 那所以說我中油 現在沒有煉油了嘛 那這些水是用去哪裡 還是有附近的居民 並這用水 這是民生用水 目前這個水還是在民生用水 那整體上來講 因為我們之前 事實上這個水 那時候應該是市政府 那時候這個水井的部分呢 那時候因為那時候 市政府大概有開過一個協調會 我們希望是能夠 當然本來我們預計是希望 我們能夠來 也來管理 但是這個水目前也是會 尤其在像去年 像去年 去年乾燥的時候 這個水井呢 我們都會納入 我們整體的一個運用 那目前還是會支援到 大辽跟我們那個 南指那個 中油部分的那個 加工區 這邊的用水都還在運用 所以這個我們納入 整體的一個調度裡面 那目前的那個新的井的運作 都跟預期 因為我們之前好幾年在探討這件事情 浮流水 那完成的第一個 新的比較新的 是這個 跟預期 有沒有什麼差異 有沒有好好的 水質乾淨度跟 從地面水的差異 有沒有很明顯 好 那一般來講 目前的浮流水事實上 它還是會受到 風水期跟枯水期的影響 那風水期的時候 事實上浮流水的 因為它是属於 比較淺層的一個水 所以它的水質 事實上 尤其我們這一次 給它測試 整個一個 它的一個硬度 氨氮跟 包括它的一個 TOC指數等等 事實上它的水質 事實上都非常的好 尤其這一次 新的這個 竹療的這個 驱使算 它的硬度基本上 都在100左右 所以這是相當的低 一般 所以它目前的 預期的效應 非常地好 尤其 但是在這一次的 我知道 枯水期的時候 大概原本 我們大概預計 枯水期因為它的水 水溫還是有點降低 地下水 所以它的取水量 大概我們預估 原本是希望 能夠有5萬噸的 取水量 但是目前呢 大概差一些 但是相距不遠 大概在4萬左右 那風水期的部分 10萬噸是沒有問題 所以水質跟水量 事實上都符合 目前都符合 我們當初的規劃 按照這樣 如果說這個已經不錯 那如果說整個高頻息 還可以再做多少 扣緊 目前這個部分 我們還在 有在做進一步的評估 那目前我們也在委託一些 就是一些學術機構 那跟專家再做評估 那評估之後 如果說 我們會把相關資料 到時候我會送一份 這時候還是會積極在做 如果效果很好的話 浮流水是目前 我們的一個重要的方向 所以我們可能會再增加 這個部分我們目前 尤其現在水利署也規劃 另外在那個 我們那個大泉淫氣附近那邊 也有一個浮流水的規劃 你說哪邊 在左營的那個大泉淫氣 那邊有一條浮流水 目前也在 已經在進行當中 那個大概也可以取到 十萬噸的一個水量 謝謝 謝謝王經理 給我們這麼多詳細的資料 浮流水是在 我想應該是七八年前 我想水利局局長 都那時候都開始 就是由 聽測試開始提出這個議題 然後這幾年的努力也看到 那我們也很希望它的發展 運用到我們的民生用水 不然以前那些更清潔的 工廠在用 我們吃得太多 現在五清已經沒有了 那個水怎麼去運用 但最主要是如果說 確定那個水質是好的 能夠往這個方向 尤其是台灣的整個都是 快速流水 一個河 西河 很快就流到 雖然雨量很充沛 可是都流不掉 那這個浮流水的機制 如果說在這個很成功 在我們高雄這個很成功 我相信可以做更多水庫的 也不用 我們還要討論說 要去什麼美容水庫 什麼水庫的問題 這個是很好 那我們一直持續這樣關注 第二個 先口頭上講一下 就好 就水利局 就是這樣 蓋了很多自洪池的 很好 但是我希望說 自洪池做到 要做的 讓他們看起來 不像自洪池的自洪池 譬如說 陳青霧跟 陳青露 那個當然是 自辦重畫裡面 可能附帶的 他們做的那個 那個 陳青露 陳青露旁邊是 寶夜裡自洪池 寶夜自洪池 他一看就是自洪池 我不是說這樣不好 因為畢竟他還在社區裡面 跟我們生活很貼近 當然可以下面去運動 可以去 但是那個 景觀也好 跟整個 運動功能的設施 要走下去的設計 我上次在 應該是 比如台中 那個 草馬那個 那個 那個自洪池也好 或者台北 精華酒店旁邊 那一個 他看起來 那個人說 那個自洪池 他們看起來 因為就在市區裡面 他的整個景觀 當然還是第一個 當然要符合我們的自洪功能 當然也不可能做很多的設施 因為那可能要醃進去的 在這個前提之下 整個景觀的設計 能夠再跟 再靜置一點 你靜置一點 讓 旁邊好像看起來 不像自洪池就是在工法這樣 不然要走下去也不方便 在裡面也沒有什麼那種 感觉起一个智宏池 就是因为智宏池的温度 很怪怪 智宏池是做到 它像个公园 倒是减量 不是起很多设施 它减量 可是真的是 下大雨来的时候 它就产生功能 这是对于我们智宏池 我们希望雪莉举在这几年 很认真在做 而且相信智宏池的需求量 会越来越多 在设计理念 希望能够符合功能的前提之下 能够怎么样在景观的 跟所谓的使用 观感更进步 跟吴委员报告 其实我们做的智宏池 有分大概市区的部分跟郊区 那郊区的部分 因为用地比较广 而且它是用重力排水 所以就是郊区的部分 像我们钢山的一些 点宝溪的智宏池 或者是那个凤山溪 流域旁边的 山寨顶沟智宏池等等 它就是比较像公园化 感觉就是比较缓 因为它是重力式排腿 它的深度是大概跟 目前的这个河道的 河床高度差不多 那议员刚刚提到的 这个保业里 因为它当初的设计条件 用地范围其实有受限 而且它必须要让它的水量 提升到能够抽10万吨 所以当初做的就会比较深 而且必须要用抽水的 那当初还好有设计到说 那个设计的容量 要到10万吨 我们这次煤基台风那天晚上 下了十雨量80几 那就是这一次 煤基台风晚上的 那个水位达到最高 那它的水位达到最高 是比外面澄清路的 那个路面还要高 所以市区当然有它的一个条件 那议员刚刚提到就是 第一个它在旁边 当然有围了土堤 那中间要进去的整个坡道 可能目前还不能感觉 还不是说民众会很喜欢这样走下去 那下面也没有蛮大的一个 像人行步道等等可以下去修气 我想这个东西都是以后 水利局在做这个维护管理 做改造的时候 可以去考量很多的功能 让它这个自容词 已经先天的条件是这样 我们再去让它改造 让民众比较能够容易下去 那坡道能够让它再缓一点下去 我们再让它缓一点 这个部分我们会再加强 因为你坡道的上升 因为它是很高嘛 所以你上向下坡道设计 就是说你在那里就是 不要说八山 那就是有训练角层的那种效果 那种变化 地形的变化都可以纳入里面 那因为现在只有一处下去 所以我们现在会再去检讨看看 有没有那个空间 第二个我要请教局长 水利局现在差不多是 真的是我想气候变迁 让它缓过最多 不管是要做古短的 要做应付短期的 你敢有想说 这个气候变迁到底 以水利局的预算 以高雄市的水利预算 差不多要增加多少 较有办法去应付 你敢有想到 我看这两亿五亿十亿 我不是说你真是不高的 气候变迁我看你这些要应付的 你有没有很认真的算过盘整一下 这一两年的气候变迁 造成的要做旁边的 要选择的设施 跟之前没有考虑的 你又没有盘点过 高雄大概这要增加多少才够 应付 跟议员报告 这个部分 我们其实目前在高雄市 很多的这种排水系统里面 都有它的规划 那我们每个区域 都有它这个规划案 还没有完成的一些相关的工程 所以如果说我们还有一些工程没有做的 其实我们大概比较大的项目都有提报到 水利署跟营件署 那实际上的金额还缺多少 这个我没有具体的东西 不过那个水患整治工程的经费 应该是永远都不够啦 因为我们现在能够做的就是达到它的一个设计保护标准 那我们常常没有办法跟民众说 我现在设计就是能够大概重现其是十年 重现其是二十年等等 那民众有时候这个方面的讯息 他是听不下去 他也没有办法接受 所以我们现在 最近我们几次邀请了国外的像荷兰的学者专家或者是日本 他们来他们是那个给我们传达一个讯息 就是其实他们在这些国家里面 他们是跟民众讲 我们做了一些水利设施 我达到的一个标准以后 我怎么样教民众去减少水患带来的一些财产 或者是一些相关损失 所以国外当然有很多经验 我们现在会去参考 但是我们还是要讲气候变迁之下 很多工程我们还是会持续去进行 但是有很多比较容易积淹 但是如果说他是在道路上面积水的话 慢慢的我们是希望说把这一种讯息给民众 短暂性的积水 有时候食语量虽然是70 但是他那个70有时候30分钟 他就下了五六十 那个道路一定会积水 所以我们会慢慢的让民众也是知道说 道路的短暂性的积水 希望他们能够去容忍 而且那个以后可能会是一个常态 那工程方面的经费我想这个造价 目前还没有办法估出来 那我会请同仁再整理一下 把我们一些相关的规要报告 过去有提报给这个水利署 还有一些营建署的经费 提供给议员参考 当然这里面非常多的一个经费是用地费 我讲的就是说所谓你要去做一个研究报告的 是说差异性比较 就气候变迁的异常跟所谓的常态的时候 我们的预算的需求 这是对我们在做所谓面对气候变迁 很重要的数字依据 你之前说十年前要叫你预估 很难预估的 现在已经很明显的发生那个差异性比较 这不只是提供学术性 或者整个 因为这是价值的改变 你这个包括以后的什么碳税 的依据 造成多少 增加多少伤害 这个论述能力都来自于这些数据 这些都是很重要的一个基础工作 当然水利局很多工作 但是这个数据当然还是要去 我想重理 这个再去做一个 好 我来整理 主席 我先请教 我今天第二次做一次 我不用再减三分钟了 我做第二次十分钟就开始 谢谢 OK 请坐 谢谢 第三个部门请问到农业局 10分钟了 好 你不要再来 再给你 谢谢 这个有时候我们知道背后 有很多的因素 啊 气候变迁也好 水量也好 但结果就是百姓就是很简单 每天 本来20块的芭蕾现在变50块 什么东西不是够一杯 不是够50% 是够两杯 因为水果 菜籍 一定 大家 爱到 而且 水果说 有个特性 上来之后 很 不容易回得去 不是说 现在50块 明天20块 至于是自销 生产量很大 一段时间内 突然 自销 不可能 不然一般水果也不容易 去 要下去的机会很少 所以变成说大家 也是负担 但是 也是很大 菜籍也同 这种情况 这也是 之前 也是说很多的 就是说 气候异常 一样 现在气候异常 很好 那气候异常 怪他 这个当然造成是 共虚的关系 这是所谓 自然的共虚 那一种是人为的操作的问题 这是第二个问题 变成我面对这些菜价的结果 水果菜价结果上涨 而且上涨不是十八二十八 是一杯两杯 当然是气候变迁 异常的 大量的水灾 雨灾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是人为的控制的问题 第三个是 我到底我们这个城市 我怎么去回应 人为的以外 自然的 如果没有做成 现在已经在调试的部分就是 我要怎么做 你说是因应措施 高雄市能做什么 我高雄市本身能做什么 让所谓的水果也好 或者是蔬菜也好 能够供给量 能够维持一个稳定 不受减少 受到所谓自然灾害的减少 那这里到底要花多少钱 一样啊 我问水利局一样啊 我到底要花多少钱 我可以让这些 这些所谓的水果蔬菜的控制 的生产量 不会因为水灾而影响 影响的比例也会降低 那到底有什么做法 你敢有想过 当然我说的 公务人员每天都很忙 有时候真的是 我明天说 上个礼拜没办了多长 大家就是这样 你要有一天休息一下 静一下 我就想政策吧 要不然每天 应付东应付西了 还要办这些活动 每周周有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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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搞得了 办了很多活动 我希望很多活 回归到平常的工作 有什么活动 是在礼拜六办 农业时也有很多班 很多活动 有时候要假日班 要静下来 想这些整个问题 你想想 我想请教局长 以今年来讲 台风跟大雨 我们农损多少 需要补助金用到多少 前局长答复 谢谢主席 高雄 那这两只台风呢 高雄是农损7亿多 将近8亿 整个 整个 部署金是来自中央有多少 这个全部都是中央补助 中央救灾 这是补助金 补助金 救助金 救助金 救助金能够补偿 他们的损失是 大概占多少成 到占多少成 所谓救助金 他比如说 当然就没办法说 比如说 因为每一个品项不一样 每一个品项 比如说像 我以那个联傅来讲 联傅这样子的话 你说现在补助差不多9万 但是他实际上 一分 再说成差不多 一公顷差不多 可以收到150到200万 连无 所以说这个损失是重 已经不是说 我们用救济金 这个方式可以去补偿 所以农损跟救济金 是两个概念 实际损失是另外一个 像你说的 本来可以预期 要收100万 并没有得到 所以说 所以说农损不是9万 不是9万 不是9用 1公顷9万 1公顷9万 1公顷 1公顷收盛 哪有这边的 放下去 六九看 有些农民 预期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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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来有100万枪 现在没有了 有精準的數字 說快點 你要跟工業部門 排碳大戶要求 外部成本 這都是一個重要依據 這包括國際上的 整個國際說國際說到 多大還是回到地方 到底我們地方損失了多少 農業損失了多少 我為到這個水利 我到底要倒數多少 那個在國際上在談這個議題裡面 它是一個很重要的精準的數字 所以其他農業局也是 對這個每個要很精準 都算得出來 譬如說育荷包大家知道 減7成 生產量至少就少7成 7成是 在去年就是 今年的5月份那個時候 這樣會損失多少錢 如果是 大概一年的縮成 大概有13億左右 就整個高雄市 13億左右如果減少 它縮成才3成而已 所以差不多縮成才4億而已 所以它損失了將近9億多 所以我請農業局 計算今年 減減收的 各項水果減收的 因為它不是減10% 減10% 減7成 所以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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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次的高雄市 沒有被摧毀 沒有被摧毀 我們南非 南非 他那些都很好 所以他可以繼續生產 所以說 我覺得這點的時候 我們可以說 真的 高雄市在這方面 要去著手 那第二個就是說 如果說我們人事 這方面 我們年輕農民 反向在沖滅的時候 他的目標 他就用兩百的 兩店 就大小百的交叉 所以他損害的 也幾乎是很少 少之又少 所以說 這一些都是 我們該去做 一個科技化的 一個作為 這一方面 我想 我們農業局 在這一方面 確實是應該說 在這一方面 要努力去推動 第一次覺得 跟局長說話好像有通 蛤? 第一次覺得說話 我們兩個有時候通了 就是做這個 現在要 不錯喔 局長可以說的方法 還是一樣 知道方法 要多少錢 所以說 要多少面積 要多少時間的進度 我說的 這不夠快 一年了一年了一年 這些災損 已經發生了以外 我要預防 我要預防也是一樣 你剛才之前 林彥隆在問的 說重電 重電 重電 因為重電 它有一個規 兩個 第一個 依照現在的氣候變遷 你就是優良用地 水果 蔬菜 都水稻 沒辦法 就算它是優良的 為了防災 它都會用 所謂的鋼垢的 上面這個太陽能 會做鋼垢的 當然不一定說鋼垢 一定要用鋼垢 但是鋼垢 你才有太陽能發電 去cover 鋼垢的成本 這是一個 不然你本來鋼垢也是要補助 所以我現在跟局長說明的 第一個 以前我認為是不好的地去做發電 會更種 所謂的室內的溫室 我現在處理這樣 不一定 不好的地當然是最養電 農地的重電 會更做有機蔬菜 傳統的一樣 只要它是高單價 也是要去補 也是要保守他的 鋼垢的往事 因為重電的土地 農委會它有規範 農委會它是有規範的 所以說它有幾個 比如說沼澤地 還有就是下線區區 它是有規範的 還有做高鐵旁邊 我現在來說 局長 你要告訴我 你給我一個資料 你的計畫 我到底高雄市 我要每年要補多少的所謂的 所謂的 你講的 那個 室內的網址 要用鋼垢的多少 有什麼好的方法 用比較便宜的價錢 可以 好 你幫你送給我 要解救多少錢 要在廣的面積 好 那些數字是 各月可以給我 好 這有兩個辦法 老闆氣候變遷 大家都不知道 好 謝謝 好 感謝議員同仁直選 及市府局處長 科室主管列席被選 下午一審到此結束 明天九點繼續開會 散會